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研究机构Tag Insights发表预测,预估2023年,全球对系的需求将下降15%,下滑幅度高于此前预测的11%。 这是由于2023年全球半导体市场疲软所致,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,半导体市场一直在努力应对库存过剩和需求低迷,而供应过剩是由于此前大流行期间需求的异常拉动所致。 机构预计2023年,IC销量将下降12%,而作为细消费主要驱动因素的IC出货量预计将下降14%。 按产品类别看,罗技晶片对系晶圆的需求最高,其次是记忆体晶片,类比晶片及其他品类需求占比最低。 预计2024年至2025年,这三大品类系晶圆需求将同时增长。 展望未来,机构表示尽管出现了季节性低迷,但半导体行业将在长期内继续增长。 系需求预计将以8%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。 人工智慧兴起,电动汽车市场的扩大和数据经济的增长,推动了全球系需求的增加。 同时,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发表报告称,因PC智慧型手机销售低迷。 2023年,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将萎缩9%,不过2024年有望恢复增长,预计将同比增长13%至5884亿美元。 SI总裁兼执行长John Neufer指出,半导体需求在2023年底明显呈现正向态势,明年将呈现强劲反弹。 SI表示,2023年10月份,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466.2亿美元,较去年同月,微减0.7%,减幅较前一个月份呈现缩小,和今年上半年,持续呈现两成左右的减幅相比,呈现显著改善。 和前一个月份相比,10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成长3.9%,以连续第八个月呈现月增。 从各区域销售情况来看,10月份每周半导体销售额,月增2.9%至121.3亿美元,欧洲月增0.2%至48.3亿美元,日本月增0.6%至39.3亿美元,中国月增6.1%至138.5亿美元。 亚太,其他地区,月增4.9%至118.7亿美元。 据外媒OFTEC报道,英特尔近日在日本东京举办了一场活动,在介绍其AI Everywhere计划和库瑞Ultra处理器及第五代基样可扩展处理器等产品的同时,英特尔还介绍了其在GPU产品的规划, 显示采用XE2 HPG构架的下一代的代号BattleMage的Intel ARC独立显示卡将于2024年之后发表。 据介绍,BattleMage主要面向的是消费端的游戏与开发者市场。 基于XE2 HPG构架,旗舰晶片代号为BMG G10,拥有56个XE核心,对应448个XVE及EU。 每个XVE有两个着色器,Adamantin快取为112N,搭配的是GDDR6X规格记忆体,容量应该为16G,将支持Extra SS技术。 新一代GPU将继续选择台积电代工,采用4nm制程技术生产,功耗应该控制在225瓦。 预计可能将在2024年第二季到第三季之间发表。 尽管英特尔将大量产品交给台积电代工,但各大晶元,代工厂力拼2025年迈入2nm制程量产,台积电,三星,英特尔再次大PK。 台积电与英特尔在接下来的2nm时代制程基站,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率先喊话,英特尔在2nm略微胜出台积电的言论。 主因新的电晶体,极佳供电等因素,都让英特尔18A略胜台积电2nm。 虽然英特尔18A制程与台积电N2制程的电晶体,Transistor密度似乎差不多, 但每个人都说英特尔的背面供电,Backside Power Delivery技术更加优秀。 这让晶片拥有更好的面积效率,Area Efficiency,意味着成本降低,供电较好,则代表表现效能更高。 他并透露,台积电封装成本非常高,英特尔毛利渴望缓步增加,并具有成本优势。 对于客户与竞争者信息,台积电一贯不评论,维持一样的态度。 不过,台积电总裁魏哲嘉于十月法说会曾提到,台积电N3P技术隶属于三奈米家族,上市时间更早。 但以相当竞争对手的18A的效能、功耗及面积,更别提台积电2奈米推出时,将比N3P乃至18A更前进。 魏哲嘉当时并说,不担心失去2奈米试战,但也不会低估任何竞争对手或掉以轻心,公司内部评估台积电的N3P已相当于竞争对手的18A。 媒体则提到,台积电在最近的法说会,被问及英特尔预定2025年推出的18A支撑时,采取了防卫姿态。 基辛格对此表示,任何时候,同行只要谈论起你,代表你眼下已具备真材实料。 两年前,没人认为他们能参与这场竞争。 他说,英特尔的18A有两项创新,分别是新的电晶体和晶贝供电,众人都聚焦于台积电N2对上他们的18A,没有谁有特别的优势,一切仍待观察。 但在晶贝供电上,大家都说英特尔取胜。 当你在这方面的技术领先对手好几年时,意味着晶片的面积效率更佳,成本更低,更棒的电力传输,带来更好的效能。 基辛格说,它们有更好的电晶体,更佳的电力传输,他想它们比N2要领先一些。 而台积电封装的成本相当高,会让英特尔的成本优势逐渐扩大。 基辛格并强调,英特尔成功与否,以攸关美国的国家安全,因为英特尔是唯一具有规模和实力的美国企业,可以大量在美国本土自制晶片。 有媒体还问道,美国能否在下个十年,在AI技术上保持对中国的领先优势。 基辛格回答,提到AI就要想到三件事,分别是运算能力,数据的可取得性,及创新的研究演算法。 美国的运算力显然已经取得领先。 大家以为,中国在数据方面有优势,但实际上,美国的开放让许多数据及dataset唾手可得。 第三就是,美国人已将创新融入生活,拥有开放、喜爱挑战的性格,中国难以跟上。 基辛格认为,中国的政策趋于保守,越来越无法催生极具创新力的企业家,数据也越发难以取得。 至于要如何衡量AI创新程度? 从AI顶尖论文所参考的文献可以发现,美国已占据主导地位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